11月22日 赵薇亮相重庆杜沙妇人蜡像馆 为自己的蜡像节目 赵薇一身身红色 威领修身的一群登场 表演红唇 尽显高贵大方 据了解 赵薇的这尊新蜡像 制作周期长达四个月 为了制作蜡像 她还专程飞到英国凉身 但是决定动作的时候 她却犯了难 我也是在英国 就是凉的这座蜡像 其实也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也要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 但我觉得最苦恼的是 你到底选什么姿势 作为你要展现的蜡像 最烦的就是 自己摆了半天对着镜子 然后实在想不出 特别就是说 能够代表自己的什么动作 最后最终选择 选择一个最简单大方的 据说赵薇的这尊蜡像 是素颜的哦 是因为我平时不爱化妆 好吧 卖了这么久的关子 蜡像究竟长啥样呢 确实好像啊 赵薇也透露着 被这另一个自己给吓到 一到重庆我就说 我能不能先看一下 我的蜡像 蒋老师我昨天那个 刚从贵州坐那个飞机过来 上飞机前 喝了机后米酒 真的一掀开帘子 自己被自己吓到了 我觉得这个太像了 我看了自己 就脸贴得很近 我看了差不多一半分钟 我说哇原来我长得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说人真的见得最少的 就是他自己 永远是给别人看的自己 很少能看到自己立体的这样 据了解 早在2006年 上海杜沙夫人蜡像馆开业时 赵薇便作为首批入住馆内的女明星 本次也是时隔十年 她的第二层蜡像 入住重庆杜沙夫人蜡像馆 最后 赵薇还和全国各地赶来的粉丝们亲切合营 可以同时看到两个美美大的赵薇 现场观众 福气还是大大地啊 这一段时间 往前站立体练跳 我们示范的 阿姆 把他 把他 把子 把他 把他 把揭震